我現在要來開箱這台電動滑板車 所以它整個開箱下來就是會有主機 就是一台 這個龍頭都是幫你組裝好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會有就是變壓器 還有就是充電的部分的配件 還有剛剛那兩個手把 那還有就是電動滑板車的使用說明書 那另外一部分它有附上一張小卡就是說 就是鎖龍頭石啊 請勿過度濕利 因為已經現在它的螺絲可能已經有更新提升改變了 所以只要把它當的那種一般的就要把它鎖緊就可以了 不要過度的一定要把它鎖到鎖死 咬螺絲這個地方啊 它會可能會損壞 像是放在車廂啊 完全都沒有問題 大小真的都剛剛好哦 整個車身呢都是鋁合金製作的哦 而且都是在台灣組裝 整個車體的重量呢 只有9.8kg而已 真的超輕巧的 收納與展開呢 的方式都非常的簡單哦 記得安全鎖要把它卡住 這樣才夠安全哦 長按1秒儀錶板就可以啟動囉 真心推薦給新手入門的滑板車 而且這一台呢 最大可以承載的重量有100kg 雖然輕巧但也很穩哦 那輪胎的部分呢 都是採用防爆時心輪胎 前輪是6.5吋 後輪是5.5吋 晚上呢 開燈超級的亮 後面也有照片讓你們看哦 這一台真的超級實惠 在夜晚的夜行的燈呢 也超級的亮 可以讓你完全的看到清楚的路況 非常的安全 謝謝你 這位是4個晚上的日期 你不會把人冒親 這個時間 花開呢 你看到最多素 Software